各位投資朋友們好,我是亥投資路易斯 今天路易斯用影音的方式來跟各位分享今天的盤後功課 現在時間是2017年8月25號,下午晚上9點鐘 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今天的大盤的加訓指數 今天大盤指數呢,再度站上了10500點之上,漲幅0.25% 量能的部分來到了1000億以上的量能 那這樣子帶有1000億以上的量能 其實算是一個相對健康的一個多頭走勢的盤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之前路易斯分享過的大盤的技術現行 之前路易斯跟各位投資朋友們分享過 在這一個區間的時候,我說如果大盤需要轉強 必須先把前面這一根長黑K的最高點給突破 那在週四的時候呢,已經確定代量突破了 那接下來下一個重點就是在於這一個缺口能否順利的一個回補 如果能夠順利回補的話,代表多頭重新掌握整個盤面 那這時候又會回到我們的一個多方趨勢 那投資朋友們近期可以去觀察的就是 第一個,這個缺口能不能補 第二個,能不能再創波段新高 好,那大盤指數的部分呢,就大概是這樣子來看 但是其實我們在操作的時候啊 如果我們是操作個股的 那其實大盤總是不需要特別特別的強勁 我們只要抓住資金往來的方向觸勇就可以了 OK,所以大盤只要不要弱 只要走在月季線之上 其實都是可以偏多思考偏多操作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店頭貴買市場OTC OTC今天表現也相當的不錯 0.38%的一個漲幅 可惜量能比較小,只有364億 那其實貴買近期已經相當相當的強勢漲 從底部漲上來也是有一段了 那短線上可能震盪難免 那投資朋友們可以去選擇操作 在貴買市場當中資金觸勇的一些類股 好,那我們就來看看今天的漲跌幅的一個類股 的一個排列 首先在上市的部分我們可以看到先前很強勢的一個航運 又再次要上我們的漲幅第一名的一個類股 電機、食品還有生技 那其實在上市當中大多數都是收紅的 只有少數的是收黑 汽車跌幅比較重 OK,好 那上貴的部分 上貴也是航運相當強勢喔 化工、生技還有光電 好 那航運的部分在上市規都是周五的一個強勢的一個類股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今天的系統選股 幫我們選出了什麼樣子的股票 好 第一個系統選股的一個策略呢 還有1636的台華以及6177的達利 投資朋友們如果對於股票的代號或者是股票的一個名稱比較熟悉的話 其實你看到這一個畫面的時候你就知道航運類股是哪兩檔 萬海2615它是航運嘛 2636的台華也是航運 那我們剛剛可以看到上市上貴的類股當中 漲幅低的就是我們的航運 所以航運類股其實是有資金有主力有法人在做卡位的 那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去留意 有沒有其他較低基期的航運股可以做操作 那之前漲過一波的2610的華航、2603的長榮 那短線上漲多的路易斯都不建議去做追高 那因此我們可以去找尋一些比較低基期的個股來進行一個操作 那今天的盤後功課的部分就是分享2615的萬海、2636的台華 以及3556的荷瑞亞這三檔個股 好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2615的一個萬海 萬海的部分呢法人在近幾天都有做敲禁 尤其是週五 週五敲禁非常大的一個量能 那主力也是站在買方為主 那股價創了波段的一個新高 從底部去起漲 其實短線上漲幅還不算太大 那這樣子的個股操作上才會比較安全 也比較有一定的穩定的一個報酬的可能 OK 那如果像例如說路易斯之前分享的華航 可能已經漲了20%了 20%如果你再去追的話 那其實風險相對的就不會這麼的划算 所以投資票我們在操作的時候要留意一下風險報酬比 第二個是2636一個台滑 台滑從底部大量起漲之後 在這個地方進行平台的量縮的整理 投資朋友們可以觀察到量能是縮的 量能為什麼會縮 而且價格又不怎麼跌 因為大家吸收 大家認為在這裡賣的話會是一個相對不好算的一個價格 也就是說預期它還會再度的走高 所以量能才會縮的這麼快 好 那量能急縮之後 經過震盪整理 那今天再次放量大漲 法人都站在買方 主力周五也是站在買方 那這檔個股也是可以後續去做留意的 均線都是在做上彎的 所以也就是所謂的助長力道 最後一個呢 則是3556的荷瑞亞 那荷瑞亞這檔個股啊 在這一個地方進行出現息的一個缺口之後 近期即將要去回補這樣子的一個缺口 那如果我們用還原全息的一個K線圖來看的話 其實它今天是帶量突破盤整區間 創下一個波段的一個新高 法人近期是站在買方的量能這裡急縮之後 今天就再次的放量 那這樣子突破整理的一個區間的個股 法人又站在買方 後續上漲的機會當然比較大 因此今天路易斯分享的三檔個股 萬海還有我們的台華 以及3556的一個荷瑞亞 這三檔個股可以供投資朋友們 去做參考去做留意 那今天的盤後功課 路易斯就分享到這邊 我是嗨投資路易斯 我們下次見